接著我們要跟各位提的是,力的合成與分解 一個叫合成,一個叫分解 有一個東西受到好幾個力作用 一二三四五個力作用 這五個力的作用,總和的效果 像另外一個作用力的效果一樣的時候 這個最後的作用力就稱為這些力的合力 那其他力叫做它的所謂的分力 所以甲的作用效果跟其他的作用力的效果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把甲稱為這些力的合力 那些力叫做所謂的甲的分力 那我們要學會就是我們要怎麼樣求合力 那我們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課本上有教的平行四邊形法 這叫做兩力求合力的時候 兩力求合力,課本上教那個平行四邊形 他就是畫一個平行四邊形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是三角形法 兩個力的就是畫三角形 像這樣 就是這邊有F1跟F2 然後去做對邊的平行線 他就畫出一個虛線畫出來 就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那麼對角線,這個F就是它的所謂的合力 合力,這就是所謂的平行四邊形法 像這裡所顯示的一樣 畫一個平行四邊形出來 就對了 這邊有兩個力 就是對邊做平行線 畫出個平行四邊形 從開始的地方指過去 這個力就是所謂的合力 這樣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所以我們叫它平行四邊形法 或者是像這個 男一的動畫所顯示的也是一樣的狀況 這邊有一個力 這裡有另外一個力 然後這樣就是這個平行四邊形 你的力量不一樣 方向不一樣 就會不太一樣 不過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就對了 OK 就是平行四邊形法 那另外一個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三角形法 好,三角形法 大家要跟你說 因為三角形法有向亮下的味道 這是用影片給你顯示平行四邊形法 好,我們就有兩個力 它有調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的事情我們後面會提到一下 不過你暫時不用管它 然後有一個基準點 然後你會吃力 就左邊一個力,右邊一個力 好,左邊這個一邊的力呢 有差不多1.6牛盾 右邊有個差不多1.0牛盾 然後呢去做出來 那中間的 合力 1.9 就是這樣子 一個平行四邊形 這個有個數學關係 後面會提到 你暫時不要理它 就這樣做 就是所謂的 平行四邊形法 去求我們的合力 好,我過過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是三角形法 因為三角形法有向亮加法的味道 有你高中會教的向亮加法的味道 就是畫一個三角形 兩個力就是一個三角形 就手尾相接畫出來 像這樣所顯示的 來,這有兩個力 任何一個地方開始都可以 用黃色開始也可以 用粉紅色開始也可以 我現在是用黃色開始 就是請你跟我這樣做 請你向右邊走這麼長 走過去 然後向右上角走這麼長 走過去 那麼你就從頭走到尾 就走了這麼長 這就是我的合力 手尾相接 從頭指到尾 這樣就叫做所謂的三角形法 因為是兩個力 所以出來是一個三角形 那麼男一的動畫也是類似的 男一的動畫也是類似的 但是他有一點小錯誤 這樣就已經畫出來了 這樣就三角形法 然後呢 你就去接 你的不一樣的接法 隨便你 多長多晚都可以 反正就是一個三角形就對了 頭尾接完最後拉出來 就是一個三角形法 這叫做所謂的三角形法 兩力求合力 那如果不只兩個力勒 三個力四個力勒 那如果你要用平行四邊形法 就是兩個兩個做 一個一個做 這兩個力平行四邊形法做完 再跟另外一個繼續做 繼續做 一直做下去 做到會瘋掉 就像這樣 現在有三個力 我們要求合力 如果我用平行四邊形法怎麼做 先找兩個力 用平行四邊形法 找到合力 然後這個合力再跟另外一個力 繼續平行四邊形法 再做一次 然後再過來 就做完了 兩兩做平行四邊形法 一直做到做下去 做到死為止 這叫做平行四邊形法 相對而言 如果是三角形法 就簡單多了 當然他現在不只兩個力 出來行就不會是一個三角形 那就是一樣 手尾相接 請你跟我這樣做 有人要我向右 有人要我向右上角 有人要我去左下角 我就一個一個的請你跟我這樣做 我先向右 黃色走到底 再接著走粉紅色 要我走到這裡來 再接著走綠色 要我走到這裡去 我就這樣每個都做 然後呢 就同頭指到尾 這就是我的合力 現在是三個力 所以出來是四邊形 這不重要 方法就是手尾相接去求合力 這個有我講過了 他有高中會教的向量加法的味道 所以我個人比較偏好這一種 沒有關係 就是讓你求合力的方法 學會平行四邊形法 或者是三角形法 學會就OK了